从小看电影看电视 他那坏人演戏都嘛 都是这样笑而已 贼笑贼笑 我说都是千篇余虑没有特色啊 对啊 那时候我就在想 因为坏人坏到最后都很狂嘛 对 一开始笑 像我在演坏人 因为常常会真的会有一些过不去 就会觉得 为什么 是太离谱了吧 是不合理啊 我后来就告诉我自己 我为什么会认为他不合理 是因为我用苗可莉在看他 对 所以我后来就告诉我自己 就是接受 只要剧本拿来 不管他任何的不合理 或者任何的不正常 这就是他 你就是接受他 你就是诠释他就好了 你连说服都不用了 而且你会非常投入 下次你可以实现 真的 那就是他 你是在说服什么 对啊 这就是他 气势只能输人 对 Kiss的就是要贏 我们生就要带死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演坏人是对演员来讲 是一个很棒的挑战 你不只要把所有你认为不合理的 把它合理化之外 还要演到人观众看得都很爽 我觉得那就是坏人最高境界 我也是随着这个角色 开始挑战我自己的那种表演的未知 可是后来是真的练到就是眼神就可以杀人 我不讲话 我不相信 来 我现在是怎样 我是冠犬纏金 我现在是怎样 眼神就可以杀人好吗 其实你也有这种功力你知道吗 我 可莉姐跟清文姐两个人眼神 是 都很稀 你看 那个现场 现场 你是看谁 看你了看谁 你是不是 她们现在演歌很像 聚人的歌什么 对吧 为什么要挑她 她那年轻人 要挑来挑我 才有经验吗 对吧 没有你驚不知道 我说 对 你怎么听我 为什么你要穿白 我告诉你我还有一点红的 来来 不见哪一点一段 来来 阿姐剧场经典重现 5 4 3 2 进口过来好吗 对 还有人自己cue 笑死人 已经开始了 你要了解喔 你也知道我爸爸带我出来 说生理 他的意思就是要交接 让我去处理 像你这种英国逝的老杂母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身份这么多 你如果站在旁边 种肥肌 我董你很便宜 不好意思 我不是肥肌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是本首 我说你是肥肌 我说你是一位 今天冷气的肥 你说我是一位冷气的肥 是 那你是谁 哼 我是一个 走位走位 我是一位 不能让人这么轻 全身都是企业的 红尾骨 红尾骨 那你是在习家伟 我 我你去死啦 他你去死啦 他不要 不要你死啦 你这人怎么这样 怎么他你去死啦 好啊 咱你去死啦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他在反派对戏的时候 很经典的走位 走位啊 就是这个人讲话讲话讲话 就往前走 然后这个人就往后走 应该知道我爸爸带我出来讲生理 就是要教这么好啊 真的不要再说了 我再说 你这样是没礼物 什么意思 阿嬷 是怎样 你现在是要站在那儿 就好多吗 你弱掉了 他太久没进棚了 他说不太久怎么 真的有时候演员 你自己设计一些 等于你牵着编剧走 因为编剧本来可能设定 你是这样子 可是你演出一点 东西让他有灵感 觉得 原来他往这个方向走 也很不错耶 他就被你牵着走了 就像我以前那个笑声啊 对 还注册 是假的 注册商标笑声去专利 申请专利 你可不可以现场来 跟我们笑一次回顾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笑的 飞龙这天的海霸天啊 人不敢 谁先敢 笑到 叉气 结果笑到一会儿 这做拍摄 因为他笑很长啊 这个 这个 中资料很足 当初练 是想说 拍人 从小看电影 看电视 他那坏人演戏都嘛 嘿嘿嘿 都是这样笑而已嘛 怎一笑怎一笑 我说都是千篇余虑 没有特色啊 对啊 那时候我就在想 因为坏人坏到最后都很狂嘛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去表现他的狂 哦 那笑 人家笑得很邪气 我记得那时候是拍 嘉庆军游台湾嘛 关中铲子 我要烧迪鹰 他怀孕 我要烧死他 在冠茶里面跟方文 我在想 后来就找到那个位置 发生的地方 就看着那个火一点 然后点 一开始笑了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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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啊 我会想吃 从小声到大声 对不对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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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